来 我们再讲半个小时 给大家留一个小时排演节目 排演节目这个事情 就是我说了 古代这乌干嘛呢 乌就是通过一种仪式 让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 进入到那个圆我那个状态 或者愿做一个想做的 他的那个状态 所以人要经常做一点这种 戏剧的事 让自己在后天意识里想做 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法做的事 在那种状态下去完成 然后这个人 这个乌是通过这个方式去通神的 让神就满足了 然后你就不会在现实当中 再去追求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出戏入戏 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但就怕什么呀 入戏后当真了 出不来 或者呢一辈子拘束的 自己放不开 入不了那个戏 卸不了那个妆 或者戴不上那个面具 这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通过这个演点节目 跟自己暗恋的人 办个夫妻什么的 神高兴一下 这事也就了了 要不就是老是浑淫梦 然后出不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女性的性格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 我说有的女人 她不管嫁给谁 都是一个好妻子 有的女人 嫁给特定的人 会是个好妻子 有的人根本就 不管嫁给谁 不是个好妻子 你们自己给自己归下这个泪 归下这个泪 因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先天的 本能和后天意识的 一个调和的问题 很多人就想 我要嫁给我爱的人 然后我就是个好妻子 这完全是神话 或者是童话 做不到 还有我分析 有一种女人叫大奶性格 大奶不是乳房大 是心胸大 能容事 能把自己的丈夫 老公当孩子一样的 去宽容 去容忍 而且自个儿 还不伤害自个儿 她是真容 我们有些人说是容忍 别人是装的 说我原谅你了 然后心里特记恨 不是 所以有大奶性格的人 是能够容忍 老公有二奶的 而且还跟二奶 及二奶所生的孩子 相处得很好 您不是这大奶 您别壮啊 您就把她看得炎炎的 不让她有出去偷心的 这种机会 就是你们观察 这里面婚姻的事 很不好说 我原来我们东文医院 有个院长 就不说他姓啥了 他年轻的时候 也很帅 现在老了也很帅 帅哥老了是老帅哥 贼老了是老贼 结果他老婆怀孕嘛 很多人家里出事 都是老婆怀孕了 出事 结果老婆怀孕 伺候月子 他带姨子来 带姨子来 结果跟带姨子就 那什么 我个人现在分析 这完全就是一个 玉的层次 是吧 你把它放在玉的层次上 解决了这事 完了老婆也恢复正常了 大姨子伺候完月子 各走 是吧 相见不如怀念 就完了 结果这事还被 被老婆发现了 当时老婆做了件 正常人都做的举动 就是给告到医院 他当时还没当院长 做内科主任 结果内科就开 开批斗会 是吧 这中国这事 想搞错一个人 不是就这些事 但是正在开批斗会的时候 老婆进来了 他那个告发老婆说 这是我们俩赌气的 没这事 批斗会就没开 大家就很 很这扎子的嘴 想套一套 批斗会就没看 后来怎么着 后来人家就 就是大姨子走 人家接着过 后来又生 那是生他儿子时候出的事 后来又生一闺女 挺好 过得挺好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情欲和意识 在冲突的时候 那个人意识 这样你看这儿 叹气的 你肯定做不到 但是试试想了 如果闹个鱼丝网破 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最后是什么结果 这就是说讲故事 我老了以后 我准备写一个中医学院野史 把我们那些老师那点事 然后全写一写 然后等着别人写我 我们医院的院长 更是个帅哥 结果86年 我们搞演讲比赛 我已上台讲了 讲完以后 我们的院长就捅着 我们那个系总职书记说 这孩子有自由化倾向 结果还把我入党 就推迟了一年 结果那哥们 我们的院长六四时候就声援学生 声援学生 然后六四完了以后就跑到日本 我非常敬佩他 但是他最后发现他跑到日本 不是因为六四的事 是因为他跟我们院办的一个秘书 姓刘 两个人爱了 爱了以后就冬窗事发 冬窗事发了 他只好决定到日本去陪他老婆 最后陪两年以后老婆死了 老婆死了以后 回来以后把秘书又去了 现在这老帅哥在忘记住着 我准备过年去看看他 而且这些 你看他大貌安然的 说一个学生资产这些自由化 然后自个心里又是那样 我就想你这样做了 搞得自己是不是很痛苦 所以最好大奶做大奶的事 二奶做二奶的事 小三做各从其宇皆得所愿 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抱谱 抱谱 小三做 小三做 来 先告我 怀和暴有什么区别 不是 胸和怀有什么区别 刚才说了淡奶 胸怀有什么区别 胸是哪 摸得对 胸是哪 怀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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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孕在肚禽上怀 你摸的那叫腐 是吧 你说的对呢 怀是哪 怀是小肚子 所以胸和怀完全是两回事 人家说怀孕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了 怎么不显怀啊 什么叫怀孕啊 什么不叫胸孕啊 什么叫做怀不乱呢 坐哪儿了 坐在小肚子上 我经常跟说 我说男生一定要摸摸女生 小肚子再决定取不取 他说都摸了 那已经控制不住了 都摸到那儿都控制不住了 怀是小肚子 所以说胸怀是完全两个概念 我们在这儿讲的是抱 抱 万物复因而抱扬 什么意思 这是指你站庄的时候 面对着南方 你的阴面是哪 你的阴面是哪 你的阴面是你的胸腐怀 对着太阳 是吧 这叫阴阳 你的背面是阳吗 对的是哪 北面阴面 是吧 这就是一个阴阳 和的一种状态 阴对阴阳对阳 那叫同 是吧 所以这是一种和的状态 在这种和的状态下 最容易出功夫 所以万物复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在这种状态下 能达到一种和 这就是《道德经》的原话 《道德经》我到现在也不敢讲 为什么 知言骗语 有的话咱懂 有的话整个就完全不懂 有的话还是超错了 所以现在不敢讲 敢讲《黄定内经》 所以抱谱的意思是什么 首先这个胸怀和怀抱 是指的你的 我们前面讲的后生 讲的是对待自己的这种生命 抱谱是什么 抱谱就是让自己的这种 天定的本性的东西 不要去改变 抱谱的下一个字叫什么 手拙 手拙 什么意思 就是下最笨的功夫 不偷鸡取巧 我当时研究中医 我说从哪入手 我说从最笨的地方入手 从哪入手 从哪入手 研究汉字 对不对 我也没人给我灌顶 传道 一下让我就开了窍 那我只好从文字 文一载道 那我从最笨的地方下手 从最笨的地方下手 是从一个汉字 一个汉字去追寻 了解他的本意 这时候发现 下这么最笨的功夫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最高层次 你原来想追求的那个东西 比你上来就追求那个东西 真是要反而走得很慢 但是到达的目标很快 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个人说 他说有些人直接把这个挣钱 作为目标去做事的话 往往很累 你去追求自己发自内心 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最后什么 这个喜欢东西也追求到了 好像烧带角把钱也挣了 试试吧 这个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说道家最反对的是什么 最反对的是技巧 技巧 所以我那天发了一帖子 我说技和术有什么区别 技是手艺 把那手艺玩得很好 就显得无他为手术 所以有这么一个讲究 能自己动手的绝不依赖于工具 翻回来说什么意思 如果依赖工具的话 会什么 会掩盖泯灭你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 那天那个周 周同学跟我抄方 抄方时候发现什么 周同学 说一说你的感想呗 抄方啥感想 抄方时候发现好多字不会写 现在人还好意思说个提笔忘字 什么呀 整篇好几个字都不会写 为什么 错了 错了 为什么 所以现在社会发现有很多病 一个叫什么 阅读障碍 这在西方很普遍的一个病 就发现这个人 cannot read 不能读 还有一种书写障碍 那么中国人这么多年来 这么一笔一画的写字 在无形中治了几个病啊 我们开那个阅读课 谭仲文老师来讲这个阅读课 是吧 还有让大家练书法课 其实就是一个通过物质的肉身 建立起沟通神的那个通道 也就是我们说的气 然后达到训练你的魂魄精神的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这些好多人说 哎 学老师你这电脑一开发 然后一打印就完了嘛 是吧 是快 快 那我图快的话 我还这么干干嘛呀 我直接 直接咱电脑整病就完了 是吧 来来来 把照片发给我 舌台发给我 正上一写 皮了拍了 我一天看一百个都行 目的不是这个吧 所以很多人把我们以前做的很多事情的一种 对人的整体素质那种训练 给什么 弱化了 矮化了 以为这些人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 他们认为最浅薄最简单的那个目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所以看一下中国古代的对这种孩子的那种训练 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暗合了我们到家很多 对人的本性的一种什么 一种发挥或者是发现 所以建议大家通过培养自己的自知之明 了解自己的本性 然后让我们后天的意识情绪永远围绕着这个本性去做 做事情 做他的奴仆去服侍他 所以这个圣经也好 基督徒也好 总是说我们要做神的仆人 神的奴隶 是吧 把一切奉献给神 所以在庄子里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他就说 孔子带着学生去巡游 看见一个人在那打着井 然后拿个桶 是吧 然后去交地 他说你怎么不是用水车呢 是吧 那个农民说啥 他说你一定是孔子的学生吧 他说人一动了这种技巧之心 先天的纯朴自然那个心就会被命灭 而道家认为先天纯朴的那个心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我们老看在一时的小技巧的小伎俩上你占了便宜 但是你忘了你失去了很多 这就像什么 就像你学习 学会了一整套手术的方法 这个方法 西药方法 这个方法 最后你忘了什么 你忘了你自己有强大的自愈的自我修复的能力 而且事实证明你学那个技巧越深 是吧 你对这种自然淳朴的东西离得越远 而且你甚至会对它产生一种鄙视和厌恶 所以学了后谱的课程以后 我希望大家对自然古朴落后的东西产生一种热爱和敬畏 产生一种热爱和敬畏 我们现在发明机器人炒饭 机器人炒菜 然后所有的都是这个机械 那个机械 你就发现这些东西越来越没人味 再就发现我们现在的人活得越来越机械 那种交流越来越没有人味 我说我去饭店或者到赵宾馆 我怎么看 我看什么 看服务员的眼神 第一看他接不接你的眼神 也有人接 然后狠呆呆给你瞪回来了 这傻逼又来麻烦我 他潜台色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种眼神的话 你就知道现在的人还有多少人味 所以爆谱的目的 有人说那你看我们现在打个手机械 手机几千里外我们都可以联系 哎呦我告诉你 在古代几千里之外也能联系 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也能联系 只不过你用了手机以后 你把那个东西就没了 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东西就没了 所以被我们认为是持 顿 持顿 或者是叫什么慢 得有一种新的认识 得有一种新的认识 生活里面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是吧 饭要自己吃 厕所要自己上 这不用说了吧 但是现在慢慢人就会 会逐渐的就是什么呀 让别人替自己上厕所 是吧 你用那个开赛路用挡尿管 是不是让别人替你上厕所 是吧 你慢慢最后那个东西就不用了 我建议大家这种手拙的方法是这个 一个 亲自做饭 我们现在啊 我说过最极端的例子 我的病人说 哎呀 徐大人吃饭太麻烦 能将来说 发明一个拉锁是吧 插一拉开 什么意思 高科技吧 高科技是吧 他忘了 吃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吃饭从什么开始 吃饭从构思开始吃什么就开始了 然后自个儿去选材料 去洗材料 然后切 是吧 改刀切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 都是帮助你消化这个过程 但是前面咱们现在这么忙是吧 前面咔 咔掉了 然后进厨师给做好了 摊上来 吃 所以在家里尽可能的去守这个灼 尽管你做的不如饭店里好吃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的话 你会在做饭过程中会开会的 信不信 不信就试试 试试又不会含孕 亲自做饭 还有一个 亲自去洗 我告诉你 这都是行为艺术哦 这都是我说的行为质量 我发现当你某个脏腑的功能差的时候 我中医认为是三胶 三胶这个功能 它是煮洁净 三胶的火太旺了 这人有洁癖 三胶的火太旺了 哎 荣德人 你见过洁癖的没 你边上就有个洁癖的 那个人 穿白衬衣黑背心那个人 你们发现自个觉得脸上有斑 或者是身上有弹盒 大便排的也不爽 老有弹 咳不出来的时候 你不吃任何药 你干什么 你去洗碗 你发现你特别讨厌洗碗 有很多人说我愿意做饭 我干什么都行 扛大活的 你别让我洗碗 为什么 就是他身体那种字节功能弱了以后 他就厌恶这个事 厌恶这个事以后 他身体这种字节功能弱 他就产生很多垃圾 然后你强迫他 调动他的原生和元气 去做这个事情 在洗碗过程中 什么发生了 弹盒没了 弹盒没了 而且在洗碗过程中尽量不弄巧 不用什么 不用任何化学东西 不用任何 可以用点碱面 用点碱面去洗 你就发现用洗涤灵洗完的那个茶具 喝起来总是有一种怪味 你用盐 用碱洗完了以后 它就是个纯朴自然的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将来会开点手工课 咱们自己做肥皱 做艾草的肥皱或者是什么这样子 咱们自己做 你发现通过这种洗碗去油垢的过程 我的血脂下来了 这个血糖也正常了 我啥也没啥药也没吃 其实你这个过程就是什么过程 其实是一个身心的导引 身心的导引 要是这个人有洁癖怎么办 那就别少洗碗 活得乐特点 不要洗澡 你说对了 我们这次冬天好几个感冒的 都是洗澡 大冬天洗的多澡干嘛 是吧 而且好多人那种自我厌恶的 那种情绪怎么发生了 都是通过搓 搓下一层皮再搓一层皮 是吧 我泡温泉是泡温泉 我不是洗草 而且我发现好的温泉 自洁能力特别强 因为我老婆特别特别 我老婆也是那处女做洁癖 我带她去过周边的 北京的几个温泉 人都不进去 嫌脏 我后来想 不是那种人打扫得不勤快 是因为那个水不行 温泉的水 它那个自洁能力特别强 就是说你泡了多少人 多少人油污垢进去以后 它一换水 就干净了 所以那个水自洁能力特别强 所以洗碗是非常重要的哦 你就别当你是在洗碗 你当你自己在洗你自己肠子 带着你的意念 所以咱们约堂那个出诊 还有个叫刘洁的大夫 刘洁大夫那更神 他给人耗卖说你便秘 他说你们家下水道堵了 说你们家下水道 秃干以后你就好了 中医看完的都是这么 瞎联系着看 有可能的话 别手洗别洗衣机洗衣服 手洗一下衣服 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功能 我要这么说 好像我让你们干活似的 其实又不是给我洗是吧 回家动动这个手试一试 然后再有可能的话 这么大院子呢 开桌了咱们 跑点地 然后种个西湖 弄到皇冠了 是吧 然后看着它成长 我告诉你 看着一个东西成长 和看着孩子成长 植物成长 对你身体里面那种生机的影响 没法说 这些影响都没法说 我们到温泉 看着一帮老人 那可能有个养老院 那些老人一进来 我就感到一种死气 没办法 所以中国人养老都是 是吧 老人跟孩子在一块 几时同堂什么的 是吧 我说过同一个屋檐下 不要再同一 他那个木器 跟这个小孩那个生气 在一块 这人就没事 活得也挺高兴 那老爷 那个死气就受不了 所以在古代那种农耕 耕毒的生活 其实是什么 为什么古人能写出那样的书 我们现在写不出来了 电脑 打字 是吧 开着电灯泡 熬着夜 没有 你跟那个土地 跟那个自然 没有亲近 我不相信 老天会给你什么灵感 是吧 所以古人有句话叫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我认为那些真理 都在天上飘着呢 是吧 年老人家 把自个儿调到那个频率上 噗 老天给你掉一条 这个叫什么 所以叫盐 是吧 老天爷那个叫金 或者呢 也蹦不到 就是让你那个金和盐 都在你那 你正调到那个频率上 啪一下就明白了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哎呀 行了 终于把我们的孝训讲完了 十年以后回头看看 哦 好了 下课 那个准备吧